中国人气歌手薛之谦 有着超强的歌唱实力 也推出过不少热门歌曲 在全球累积了大批歌迷 他于今年4月份 关身了巡演消息 并展开忙碌的行程 今日身在河北的他 原本要赶到南京演出 但由于演出日期碰上五一假日 庞大的车流量 导致车票早已全数售罄 薛之谦在微博发文表示 到车站的最后半离路 是自己跑过去的 只求工作人员卖给他一张票 不管是站着 倒立着还是悬挂着 他都无条件接受 《斗剧》的贴文 引来不少网友笑称 原来本人也抢不到票 连自己的演唱会都取不了 所幸最后他成功上车 但只能急在走到旁 看起来十分狼狈 才不至于错过演出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还是不容易 看起来的 看起来的 Bund人也不得了 你怎么会找到 你怎么会找到